从2013年的《我是歌手》到现在明年 就是20191月11号即将开播的《歌手2019》 我们节目呢已经进入到这个第七个年头 说到七大家可能问 歌手你们会不会有七年之痒 我的回答是当然会有 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的六季 我们每唱完一期 带给观众的 都是对下一期漫长七天的 心仰的等待 而这一季 我们第七季 这样有标志性的 这样一季呢 我们有刘欢老师 这样级别的大咖 来领军 大家觉得我们观众会不会心仰 而这一季歌手呢 我们会跟网季不太一样 会邀请了更多的创作型的 歌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 音乐的潮流 不管是中外 音乐的潮流都是由创作歌手去引领的 而我们歌手这样一个最具音乐符号性的 标志性的节目 邀请到更多的创作歌手 它会让我们的歌手 这个节目或者更能够反映音乐界的现在的一种面貌 而我们的创作歌手他们是人歌合一 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尽情地把他们的才华 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他们对音乐的积累 在这个舞台尽情地串放 我有个观点 不知道对不对啊 歌手绝不对 歌手这个节目 它绝对不只是歌喉的比拼 而应该是音乐的较量 只有这样 我们的节目才会精彩 才会动人